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星猴猴 今天咱们继续玩地铁跑酷 那么世界巡回赛的地图现在来到了芝加哥 那么芝加哥是位于美国中西部 密西根湖的南部 是美国第三大城市 也是世界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那么之前的圣诞节 这个冬季版已经悄然离去 那么现在迎来的是这个芝加哥地图 那世界巡回赛的话会根据 差不多20天到30天之内的这么一个循环 那随机出什么也是根据游戏官方啊 那我个人觉得他应该不是没一年 然后巡回这么一部分 我感觉他应该是两年差不多巡回 因为芝加哥可能以前也出过啊 或者是随机相出的 那这么做的话会更新这种地图是限定的 那也不算绝版 这件装备的话也可以在限定地图内 咱们可以去购买 那当芝加哥的地图过去以后 那么下一张图假如说是莫斯科的话 那么芝加哥的这个人物就会暂时 变为绝版的人物以及装备就无法购买了 我们必须要等到下次再回到这张图啊 那芝加哥的话 第一个定居者是1779年 18世纪的时候 芝加哥地区是伯塔瓦米托啊 印第安的这个波罗领地 那么1779年 一个来自海地的黑人商人杜萨布尔定居芝加哥 那么也是由此而开始 那么1837年城市建设到现在一直发展的也是比较雄厚啊 那这里的话也是还原了一定的芝加哥的这些 整体的这个地貌 一些著名的地标性建筑也被游戏也算是很好的还原出来吧 因为他做的就是这个地点跑酷世界巡回赛的话 他属于是当地有什么名胜古迹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名胜之地都会复刻一下 然后到我们的地铁跑酷中 那如果是住在这个地方或者是来过这里的同学可以看到啊 那么复刻的复刻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回忆性 那没有去过的玩起来有一定新鲜感 那什么时候能复刻一下咱们国家地图啊 目前好像没有玩到过啊 那除非是你每一个月每20天都更新上去看一眼呢 那咱们依然是穿着着小胖的这身装备啊 因为这个小胖的话可以看到 它是还是这个冬季版的这个装备 因为目前这个芝加哥装备咱们也没有金币买 那么就用小胖的装备吧 也算是承载着冬季的记忆 即将迎来一个新春 那这个滑板咱们也是购买了配套的冬季特别版限定滑板 那这个圣诞老人的迷路滑板 然后小胖的冬季毛衣以及帽子 好 获上这个喷气背包 好像获得第二次了 那么这一关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 难道说是这个新图给了一个新的这个概率吗 那地铁跑酷的话 个人给出的评价是三星评价 因为之前评价的话还是比较乱的 现在咱们频道已经统一为一到五星 还是比较简洁的 像以前有五星加五星半的这个之类的 也是比较的乱套啊 那么五颗星很好会反映出这个游戏的整体的大概的一个评价 那么咱们也会根据游戏当前的这个玩法 或者是更新新内容 也会对于游戏的这个评分进行更改 好 咱们依然是穿过这里的障碍物 那这个游戏也是典型的地铁跑酷的高低式地图设计啊 左边是芝加哥的这个水域 右边是高楼 那么很多时候都是啊 左边是海水 右边是楼 那么中间是地铁 他都会这么设计啊 因为很少会出现右边是大海 左边是高楼的这么一个风格 好像也有过 不过是转瞬即逝就过去了 就没有了 还是比较快的 那芝加哥的话是这个 这个乐器 这应该是一个什么号角 获得十个可以解锁一定的稀有装备啊 如果你在游戏的更新的第一天就准备收集 那么就去收集 如果后续没有收集到的话 那么就不要收集了 他会非常坑爹的涨到二十个 这个也是游戏的一定的问题啊 跟随我们的小胖 再一次翱翔在芝加哥的高空上 远处的这个石中心的高楼 也是看的这个剪影是非常给力啊 那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固碗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